昨天法庭對道具紙幣的案件終於有一個判決 對這件事 我的業界非常關心 因為事實上在電影製作過程中 製作人員經常會接觸到或使用到這些道具的鈔票 直接有關的包括導演 副導演 製片 劇舞 道具 是一系列的人 甚至監製都有責任所在 所以大家非常關心 當然和我都表達了 他們非常失望 以及覺得存在一些問題 我自己怎樣看這件事呢 其實我覺得可以從三方面去看 我們凡事都要看法、理、情 在這件事來說 法庭依法有據 實際有條法賴在這裏 但是業界是不是很知識呢 由於過去沒有執行過一個案件 也沒有起訴過任何人 所以有相當大部份 之前在審訊過程 我都接觸過很多業界 相當多人是不知道 當然也有一些人是知識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謂依法有據 但是另外一個就是 道理方面 道理方面 事實上 我想大家都知道 電影製作越來越要求 是嚴謹、真實 香港電影在過去來說 也是嚴謹、真實 揚名國際的 在這個問題上 現在的法例 我們現在看看 其實它有一部份內容 不是那麼合理的 譬如要求道具的鈔票 大或少於真實的20% 這個追求真實 是有時都很難做得到 另外很清晰印了道具的字樣 也都在越來越先進的 攝影的前提下 是很容易拍攝得到的 如果在觀眾很投入電影的時候 突然看到道具這些字眼 就會影響了觀眾欣賞的投入 所以在具體問題來說 譬如說 現在的條例只適用於港幣 至於外幣 看來又沒有規管 如果製作電影 真的要做到 使用一些外幣的道具鈔票的時候 到底海河蟲 怎樣去執行呢 都是存在一些問題的 另外 從設省的資源的角度考慮 用完之後要馬上消毀 這個也不一定是一個很理想的做法 所以在這些問題來說 顯得現在的條例 認真起來的時候 有些內容可能已經落誤了 未必適應到業界真實的操作 所以在這方面 我覺得是要檢討和改善的地方 另外情方面 由案件整體披露的案情來說 看不到那個當事人 他有什麼動機 是利用這些道具的鈔票 作其他的用途 在情況最可理解的 都是他們在不知情 或者不理解到嚴重性的前提下 觸犯了這個條例 我覺得是一個情有可原的狀態 所以看了法理程三方面 我同情那兩位業界 也有很多業內的朋友 都有同樣的看法 當然希望能夠得到一個輕判 但整件事來說 都反映了一些問題 就是我們有改善的地方 我覺得是有需要向前看 就是往後我們怎樣做得更加好 在這方面 我們都準備 會和政府兩個有關部門的政策局 和業界一起和他們進行一個商討 分別就是財經事務局 和商務經濟局 去討論一下到底有沒有可以改進的空間 是令到業界更加好 能夠依法去工作 亦都有一個足夠的方便 讓他們可以依規行事 亦都希望 如果兩位朋友覺得有需要 如果要進行一些上訴 有需要幫助 我亦都非常願意提供幫助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請問的請問 您是你的目標 對於雅的公司 是之前的下訴 是一些你覺得尊敬的 在這間的公司 可以跟坦克中 看法 是對於兩位之間 對於你 對於兩位之間 是真與相同的公司 自由之間 和他們 得到這間公司 也有不方便 會令公司 这是一件事的一件事 也认为他们可能失了一些事情 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专业 专业的专业的专业 这是一件事的事 而是确实的确实有法 但其实在这个程序的程序 我曾经联系了很多社区的专业 Most of them actually did not realize the details of the law Of course there exists also somebody who knows about that But it's not a common scenario So that's why I think I'm sympathetic And at the same time when we look at the law in details I also found that some of the regulation may not be updated May not be easy to practice in the real sense During the process of the production stage Take for example if you have to print this prop currency You have to print it 20% bigger or smaller than the actual size And also you have to print out the prop The wordings clearly on both sides Which might be very difficult to comply If you really want to present the scenario in the real sense So I think given the verdict of this case We should get together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trade To sit down and talk and try to find out a solution So that in the future they won't commit this violation again Not yet We are talking about this now And I've already sent letters to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bureau Asking for a dialogue between the trade and the government How exactly do you think the law should be changed In order to cater for the means Well that needs to be discussed I think in many areas As I just mentioned About the for example the size And how to present it as real as possible But at the same time To prevent the possible circulation of this prop notes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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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